一般来讲的话 我们会针头部的穴道 像是这个 它如果是右侧的话 这个我们的百慧穴 中华馆政府 和中华馆中医师共会 携带中华馆社区 基督和中医学部 主动照顾 原来有失灵照顾 输求的官民 就由中医师专业的资设 在地资金的优势 到患者的家 提供中医学部 也及照顾的人 正確的照顾资设 兼顾患者 家庭照顾负担 与来来去去 免疫不方便 改善个案 失灵听到 赞予检查家庭 与社会负担 这次特别跟中医师 跟我们这个西医 结合在一起 只要是我们五十万医生 你在病院里面 也有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很多来启动 这个中医的居家 附建的一个服务 这个中医师 会把这些 针灸这些器械 起到你家的 给你做针灸的疗层的服务 看到这个东西 我们县长看到这个状况之后呢 特别把我们中医师的 叫过去之后 希望我们中医师 能够提供这方面的针灸 早期的治疗的针灸 附建推拿的一个治疗 在健保局的治疗上 我们已经有很大的成效了 所以县长希望说 我们把这个东西 发挥更淋漓精致 因为中风的患者 行动不便 要到诊所来做治疗 是非常不方便的 所以去到宅医疗 去做这个中风的早期治疗 把这个全县的健康 更做得更好 恢复我们所有的一个 中风患者的一个 家庭跟社会经济能力的 一个能力恢复 目前中华团有55名 中医师主管 加立社区 基加中医学部 未来也有更多的中医师 导致这项极委学部 更多的官民 经过更多完整的 同志学部配合 和中华在地的四年中价 在到国家完整的照顾 公益平德丹佩良 中华彩虹报道 关怀电台台语配音 中华彩虹报道 中华彩虹报道